若非如此 你会出现吗 我不过是想再见你一面 小白 我在凡间学会了凡人的一句话 相濡以沫 不如相望于此 这句话说得挺对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捅他还好吗 谁 你还是没变 到现在还分辨不清楚 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我虽然不是很喜欢他 但是既然你选择跟他一起留在魔族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最艰难的时候都熬过去了 我过得很好 希望你也是如此 那时候我没有及时感到 都是我不对 我让几横回到了他的族中 对他仁值已尽 是不是因为我离开了 才让你觉得同他相比我又重要了 其实我不是夫妻离开 你不用这样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小白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小白 我以为你出事了 我急得很 但是我弟弟跟我说你是同 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其实并非是旁人说什么我都信 但是我一直都在等你回来同我解释 只要是你说的 我都会信 如若当时你能赶回来 同我说没有人比你更重要 我一定会信 可如今 小白 在秦秋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 你曾经同我说过的那些话 到底是真话 还是假话 后来我才明白 喜欢一个人 说的话自然是真话 不喜欢了 真话也会变成假话 其实没有必要纠置这些细节不放 大底上 以前你也是真心喜欢我的吧 果然缘分一世不是我能够强求来的 我是青秋女君 困在这勤勤爱爱当中沉浸太久了 如今看来 我们现在各自过得也都很好 我 的确 我们就这样吧 我们就这样吧 我过得并不好 我过得并不好 是青秋仗着你捅我的名分来惹你烦吗 其实你不用对我的名声负责 要不我们去女娃娘的那里合礼 我不会同你合礼 小白 到我死 你都是我的妻子 你今日 我今日有些可怕是不是 你不要怕 碧海苍林中 你想要的亭子已经搭好了 果树也栽好了 仙山中的灵鸟 我让他们每个月末 都会到观景台前去见我 以后你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我暂时 以后少喝凉水 半夜不要乱提一辈子 为何要同我说这些 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吧 这是什么 你是要同我两亲吗 你给的东西我不要 你不用给我什么 我们已经两亲了 其实我们的前缘 仅仅是我曾经那样的喜欢过你 即使我们的前缘 仅仅是我曾经那样的喜欢过你 一傻忘了心中困 一分清浊身 直到这片温柔生伤痕 才是痛你的残忍 只怕命运不是有情人 浅浅不沉 在这片温柔生 在这片温柔生 我会不会有情人 我会不会有情人